缅甸曾是东南亚的强国,历史悠久,传承深厚,然而,如今这个国家却沉浸在贫穷和没落的阴影中,贪婪,成为缅甸走向没落的关键,以史为敬,可以知心替,以人为敬,可以明得失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缅甸的混乱 对于缅甸政府而言,今年十月,是名副其实的多世之秋。 一场北部乱斗,彻底打破了原本艰难维系的和平假象,撕开了血淋淋的真相,将缅甸的窘境暴露无遗。 十月底,三兄弟联盟悄然诞生,果敢同盟军出手。 骇然进攻 这只强悍的地方武装力量,几乎在渗息之间,就对政府军所控制的多个军事据点发起了挑战,并很快占据上风。 一时之间,缅甸局势恶化,老百姓怨声载道。 然而,缅甸人的愤怒,似乎无济于事,现如今,一个多月过去了。 这场内乱非但没有停止,反而还有了愈演愈烈的趋势。 11月中下旬,围绕老街质疑战略要地的交锋持续升级,炮火不休。 同盟军发布通告,宣告即将发动总攻,要求外籍人员全部撤离,以免造成误伤,按照缅甸军方的说法。 敌人不仅动用了大量无人机投掷炸弹,还大搞突袭,攻击国防军。 双方杀红了眼,国防军总司令米昂来明确下令,一定要夺回师弟,给予地方武装应有的惩罚。 为此,缅甸军方又增派了不少兵力,赶往前线,地方武装势力也不甘示弱,双方不断加码,犹如火上浇油,不知不觉间,将这把战争的火苗,越燃越旺。 战争多持续一天,缅甸人们所承受的苦痛,便会多一分。 人民心中的怒火,久久压抑,难以释放。 更要命的是,国家的混乱情况,已经持续多年。 政府根本无法收服各方势力,中央与地方的军事对峙,像是永远无法走向终结。 现在的局面是,政府军一旦离开军营都可能遭到潜在的攻击,缅军无法维持对城市中心和军营以外地区的控制,最终会严重打击军政府的士气,并激发进一步的抵抗。 2. 善邦的局势被国感同盟军逆转,可能成为导致缅甸政府军走向失败的导火索。 若开军,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和塔安民族解放军,正在密切协调展开行动,对政府军造成重大损失,占领数十个军事上所。 甚至还杀掉了第99清步兵师的指挥官。 3. 国感同盟军还占领了从曼德格到中国的主要路路,等于掐断了政府军的重要收入来源。 4. 全国性的领土损失和经济衰退,进一步限制了缅甸军政府的施政能力。 对中国来说,缅甸不管怎么变,都是中国重要的战略能源通道,要警惕局势走向不可控。 一方面,中国还要与军政府保持密切沟通,避免甚至导向西方或其他力量。 俄罗斯已取代中国成为缅甸军政府最大的武器供应国,缅甸与俄罗斯和印度军队都将展开联合演习。 另一方面,中国还要为缅甸的长期战乱做好准备。 缅甸国内分裂的加剧,最终有可能导致政府无法平息战乱,而难民数量的不断增加,又可能涉及到中国这边。 三方角逐,谁指牛耳? 我们要明白缅甸内战的背景。 这场战争并非简单的民族冲突或权力斗争,而是涉及到复杂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因素。 自从米昂来Icon指挥缅甸政府大军北上痛击彭德仁同盟联军,在拉虚Icon方向发生激烈交火之际,局势变得更加紧张。 与此同时,前下台总理昂山素季并未闲政,他派前手下防卫军趁机攻占南部若开邦,科业邦Icon,孟邦多个城镇,这一行动无疑是对政府军的反攻,也是对民帝五和民主派联合打击军政府的行动的响应。 昂山素季及其支持者追求的是建立民主缅甸Icon,他们认为,通过民主手段可以实现更好的治理和发展,然而,军政府并不愿意轻易放弃权力, 尽管面临压力,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,甚至可能采取更激烈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。 在这种情况下,民帝五成为了关键的角色,他们追求自治或独立,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更好的生活和发展。 他们与昂山素季的民主力量合作,共同打击军政府,然而,他们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, 民帝五更关注的是如何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实现自治或独立,而昂山素季则更关注整个缅甸的民主化进程。 目前缅甸的局势已经形成三国逐路的趋势,政府军在北部占据优势,昂山素季在南部攻城掠地, 而民帝五则在两者之间寻求生存和发展,这种局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。 但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三方的决策和行动,在这个过程中,国际社会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关注缅甸的局势,并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, 这些国家的立场和行动可能会对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。 从最发达到最不发达,一众东南亚国家中,缅甸的经济发展条件和地缘环境可谓是得天独厚。 它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,西北部有着长达2800公里的海岸线, 东北方向背靠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,向南又濒临印度洋。 地理位置可谓是极其优越,除此之外,缅甸还有着令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艳线的丰富资源。 石油、天然气、宝石、金矿、铜矿等常规自然资源,缅甸几乎都可以实现自给自足。 耕地资源方面,缅甸也远比周边国家富足,其耕地总面积达到27800万亩, 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整个亚洲的人口。 这也让缅甸一度获得亚洲粮仓的美誉,在如此优良的发展条件支撑下, 缅甸曾一度成为全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。 二战期间,缅甸的经济总量一度超过日本。 领跑全亚洲。 然而这种情况仅仅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,随着英国殖民者被驱逐, 缅甸的发展也迅速走上下坡路。 短短30年,缅甸就从曾经的亚洲第一沦落到亚洲垫底。 其人口总量5000万,其中三分之一仍处于贫困线以下。 在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时,缅甸的经济却始终停滞不前,就连其最引以为傲的农业发展,也一日不如一日。 2020年,缅甸的经济总量来到760亿美元,人均GDP1407美元。 这个数字乍一看还算说得过去,但要知道,二战期间缅甸的GDP就达到了120亿美元,且那时缅甸总人口不到1650万。 这样的发展水平,甚至赶不上全球通货膨胀的速度。 最新年度的亚洲GDP统计报告显示,2022年缅甸经济总量排名亚洲27位,仍处于垫底水平。 那么,缅甸的经济发展,为何短时间内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呢?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发言,点出了问题所在。 针对缅甸经济倒退的现象,李光耀曾给出自己的建议。 他表示,上世纪60年代,吴奈温政府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,但他盲目驱逐了外国商人和企业家,使整个国家处于闭关自首的状态中。 的确,吴奈温军人集团1962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,随后在全国建立起一党专政,军人统治的政治体制。 吴奈温政府的政治纲领中,明确规定缅甸将会走上一条计划经济道路。 于是,自1963年开始,工商业领域的国外资本被全部驱逐,本土企业全部实施国有化。 农村地区则推行土地改革,建立起由国家直接控制的小农经营模式。 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中,政府将绝大多数精力偏向国营生产部门,导致农业生产长期落后,自由市场活力不足。 对于现代化生产方式来说,对外贸易是如同生命线般的存在,可吴奈温政府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 盲目地实施自力更生,严守中立政策。 1962-1972年间,缅甸的对外贸易额从4,84亿美元骤降至2,17亿美元封闭的经济政策,让缅甸错过了国际工业化浪潮,也让其经济发展逐渐滞后于全球平均水平。 缅甸的历史告诉我们,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取决于外部扩张,更需要内部治理和发展,贪婪只会让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。